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I am ultimate in a new game 歡迎各位再度回來 我的侏羅記世界遊戲 我們呢非常久沒有回來的 哎好像是上禮拜 四之後吧 還是禮拜五就開就開始沒有在拍 侏羅記世界遊戲了 都在玩逝者生存 哎最近老頭稍微 沉迷了一陣子 發現了他里頭的這個遊戲玩法呢 跟這個侏羅記世界遊戲呢 相較之下 來的複雜許多 這個侏羅記試著生存 太複雜了 以我這個老小腦袋瓜來說呢 我就花了好幾天的時間消耗 他里面的一些 呃設定啊技能啊 也沒有完全摸手 因為他每一隻恐龍 都有不一樣的技能 然後呢 每一隻恐龍的技能 又要出招順序 怎麼放才是對自己有利的 這個 這個完全跟侏羅記世界遊戲呢 來比呢 就是相差甚遠 就是以那個複雜程度來說啦 對啊 就是如果有玩過的人 在玩侏羅記世界遊戲 你會發現侏羅記世界遊戲 其實 還蠻淺顯易懂的 哦 那兩款遊戲呢 都一樣很乾 拿恐龍的方式也都一樣很複雜 很麻煩很急巴 好 那 就是廢話不多說 我馬上講一下這周 哦 的行程表 就是這周的活動會有什麼 好不好 那 大家喜耳恭聽一下吧 首先呢 禮拜一呢 是八等到十九等的 柏尼塔龍 八等到十九等的柏尼塔龍 二十等到五十四等的柏尼龍 然後呢 五十五等以上的鐮刀龍 五十五等以上的惠嘴翼龍 然後禮拜三的話呢 啊 會有五十五等以上的肉食牛龍 如果你沒有五十五等以上 你就不會有肉食牛龍 禮拜四呢 是三十到三十九的地龍 再來就是 哦 四十幾以上的話呢 會有板齒熙可以拿 啊 板齒熙就是新生代的生物啊 好不好 再來呢 就是禮拜五的話呢 會有鯊魚頭目 哦 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這個 哎 我們又可以獲取大量的DNA了 老頭又要開始煉金了 煉骨了 啊 煉金術士 煉DNA 啊 來產生強大的恐龍 這樣子 然後呢 五十五級呢 啊 會有四肌龍 哎 四肌龍不是重複了嗎 還是我剛漏獎啊 我剛講禮拜一二十到五十四級 有四肌龍嗎 挖了四肌龍到禮拜五重複 哎 而且是給五十五等以上的四肌龍是怎樣 啊 呵呵 啊 算了 反正禮拜五也有五十五等以上的四肌龍 禮拜六的話呢 啊 就會有這個 五十五等以上的單極龍 哦 這是這周呢 可以獲得的恐龍 以及永久解鎖的條件 再來就是 呃 禮拜五這一天 我剛忘記講了 就禮拜五這一天呢 這禮拜五哦 哎 會有那個 VIP的錦標賽 哎 VIP錦標賽 不過我猜應該也是VIP龍吧 哦 不過VIP龍 我就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哦 因為VIP龍 他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靠DNA做生產哦 所以說呢 看狀況吧 好不好 哎 那我們接下來呢 要來趕快進入我們的主題哦 就是老頭要來把我們這個烏蘇 烏爾蘇龍呢 來直接做一個是世界的動作 那一樣照慣例哦 世界做完之後呢 馬上來打一下活動關卡 好 我們先直接進來為他吃肉肉哦 這樣子一來老頭也省DNA 是不是 老頭也省DNA啦 DNA可以留 留到下次使用 啊 不錯吧 各位 老頭省DNA大作戰計畫通 然後現在老頭的外面呢 正在施工哦 不知道有沒有聽到聲音哦 這沒有辦法 我們加了這邊的那個 隔音設施不是很好 哎 如果有稍微聽到施工的聲音 盡情見諒 好不好 沒辦法 老頭沒有 沒有一個良好的環境空間 被錄到了 真的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ok 那我們剛剛嗎 哦 對 我們要來 直接 世界哦 世界在哪 在這裡 好 這隻也順便 啊 不是順便 是一定 沒有你就沒有我的一個概念 沒有這一隻 啊 烏蘇 烏 烏 烏爾蘇龍 就沒有世界烏爾蘇龍 人人為我 我為人人 1 4 歐爾 就是念背刺嗎 這應該嚴格來講算他的背棋了 哦 你看那個顏色還一個紅色條文有沒有 啊 他自己以為他自己是克雷多斯啦 戰神 你知道 虧 麥多斯 大大大大大大大 你看他連這個也好像香菇哦 哈哈 這是蘑菇吧 這不是香菇啊 這還是不是麥塊裡面那個蘑菇啊 好 突然覺得好像很好吃的樣子 有點可口美味 這樣 啊 哎 我要正進化第四階 你看看那個 又是警戒19了 犯死了 感覺好像每天都會發生這種事情 因為老頭呢 是一大早就起來拍攝 所以說一大早起來的話呢 那個警戒19的堆的跟什麽一樣 哎 通常都是發生在早上 有的人可能發生在晚上 因為 他們的那個警戒19啊 你只要太久沒有上限 有沒有 他就是有點類似像 堆疊的概念 大概一天會堆一個五次到六次 五次到八次左右了 哎 然後你就覺得很煩 每次 好不容易打完一個警戒19 接接二連三又來一個 哦 有夠緩的 在這裡 哦 你看我就跟妳講 那個蘑菇變超大的 有沒有 啊 花了我一千多萬的肉啊 呵呵呵 好好笑啊 好大的蘑菇哦 看起來好像很好吃的樣子 看這個完全體變 在不得性 我個人覺得還蠻不錯看的啊 但是就特別顯眼 這個太大一掌了吧 然後如果你是玩方舟的話呢 你的原始人可以坐在中間 有沒有 哦 很好的庇護 旁邊要是有人攻擊 你可以直接 捲曲在這裡頭 做那個擋傷害的動作有沒有 啊一個戰術運用這樣子 OK 來看一下生物知識哦 生物知識1 我不知道這有沒有唸過 管他了 再唸一遍 你知道 蘇爾 蘇 呃 烏爾蘇龍的學名是 蘇爾 呃 烏爾 你知道烏爾蘇龍的學名是指 烏爾蘇的爬蟲類嗎 啊 他的名字來自於中國地名 烏爾蘇區 好哦 成年的烏爾蘇龍 長達23英尺 重達4盾 跟犀牛一樣中 怎麼突然覺得 非常的眼熟 好像哪裡看過 幹閃退 很會哦 哦 好這邊看完了嗎 對不對 就在第三階啊 烏爾蘇龍和他 和他比較出名的表青 劍龍不同之處 在於烏爾蘇龍的骨板是圓的 對 就這個 然後呢 生物知識4 烏爾蘇龍和劍龍一樣 尾巴上有4根骨頭形成的 尖刺 用來保護自己的幼龍 哦 走 找到了 這是他們的攻擊武器啦 這是他們的攻擊武器啊 我跟你講 這個直接往人類身上的胸口插下去 必死無疑 哇 哇 這個什麼破圖啦 我剛有沒有看錯 他尾巴往這邊一甩的時候 他這邊 哎 你這個骨頭會自己動啊 嚇死人啊 是我錯覺嗎 這骨頭自己動哎 我原來是骨頭 有神經可以調是不是 算了 不管了 ok 烏爾蘇龍 血量5027 攻擊力1421 還算是不錯的一隻中成龍啦 沒有問題的啦 ok 我們現在看一下我們打什麼 啊 鐮刀龍我記得上次我們打贏過了嗎 可是像又出卡 卡包了 其實要打不打其實都沒差了 打了可以免費獲得一隻嗎 我來看一下 我們的鐮刀龍 我自己有沒有解鎖 自己都忘記了 那恐龍太多了 有拉已經解鎖了三千五啊 然後 我印象中已經40級了 我記得我好像把弄到40級了吧 我來看一下 這長得像鐮刀的家 我在哪 因為他可以 阿拉他被我合成鐮刀厚鼻龍 鐮刀腳鼻龍去了 在這裏 他已經過世了 阿他變成這一隻了 可憐的鐮刀龍 好吧 不過我覺得我們看一下 還是打一下好了 好不好 對 我們還是打一下好了 不行啊 這太難看了吧 那麼爛打什麼東西 那這隻欸 會嘴 好啦 這會嘴 這都是給小一隻玩的 我們來玩點大人的好不好 感覺好像大人的剩下這個吧 可是這個是打 對 這個是 生青生代 打這個吧 唉 只有這個符合我啊 符合我現在想打的需求啊 啊 那我們沒辦法把烏爾蘇龍帶出來 這個烏爾蘇龍呢 實在是沒辦法 要有翼龍才有帶出來的價值 啊 不然都被打假的 好吧 我們還是把VIP打完好了 然後看一下 這個派等級20級的翼龍 應該就ok了吧 我覺得我兩隻就夠了 沒啊 這一場我覺得我兩隻就夠了 對面的 不是對手了 這已經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小孩子半家加久的一個行為 你知道嗎 隨便打隨便贏 對面應該直接攻擊啊 對 這是對面VIP的魔物 欸不是魔物啦 VIP 恐龍的套路邏輯 好不好 他的套路是這樣子啊 然後下一隻跳出來之後 應該是會兩點把我殺掉 然後我的一樓 跳出來 就把他殺掉 完了 結束 perfect its good 嘿嘿嘿 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 掌握之中 啊 死去 所以說呢 侏羅技世界遊戲的套路 其實就是 比較簡單一點 哎 如果你說 適者生存的話 這個戰術又完全不同了 為什麼精準打擊啊 是拿來對付那一種 閃躲用的恐龍啊 哦 然後呢 你的技能本身有沒有自帶破甲啊 啊這些破甲能不能 去直接讓那個 有護甲值的恐龍 直接做一個高傷害輸出啊 還要顧慮到 你自身的移動速度 有沒有超過對方 你可會先攻啊 哦 這些啊 全部都是需要你考慮的範圍啊 這真的必須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這兩隻打不打得贏 應該是打得贏吧 管他試試看 2400 我來個被動 保留啦 啊 普世巨齒 哎呀 把我一下 這就是要送分的一個概念 感覺好像被我買通了一樣 裁判求證人證物證 哪身份證 都是我的人 跟我鬥 你跟我鬥 鬥不了的啊 啊 我要叫我的 乌爾叔叔出來囉 乌爾叔叔 乌爾叔叔今天都沒有出來 叔叔表示 非常不開心 我們要讓我們的乌爾叔叔呢 好 可以有一個 表現 他死了 哈哈哈哈 乌爾叔叔覺得 啊 很開心 有讓我表現的舞臺 蘇蘇 蘇蘇 覺得可以 蘇蘇要發4點攻擊打他了 蘇蘇贏了 蘇蘇覺得 啊 死而無憾了 蘇蘇開心 我們的蘇蘇啊 讓他有表現的機會了 有沒有 非常好 ok 接下來呢 最後一局哦 嗯 還是只能靠一樓 這個的話 我覺得保險一點 就再多帶一隻 因為他這邊有一隻6000斜的 怕到時候恐龍數量不夠 而且我又不想要 打的這麼細啊 因為必定只是一個 VIP關卡 哎 能夠 能夠過就好了 求過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看到老頭打很快哦 原因是因為這些過程的 已經不再重要了 以前 啊 如果剛開始在玩的時候呢 很怕輸 現在呢 不怕輸了 啊 不是不怕輸 現在呢 不想要浪費時間了 我是這麼覺得 因為呢 我等一下晚一點 還要去農 那個叫什麼來著 嘿嘿叫什麼 哦 試者生存 啊 不過 該打的還是要打 所以呢 看到老頭全部都在用這種 換恐龍的方式在進行 這種換恐龍方式 其實是最簡單的 因為呢 他打死你 他就沒點數 因為他用他的權力了 或是用他的三分之二了 你 你大概就可以開始猜得出來 他到底到底剩多少點數 然後再用龍去換 我換你啊 你換我 哦 換到看誰活下來 誰就是勝利者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哦 那我再把這隻 把他打死 他生一隻肉絲龍 他的肉絲龍 哦 東飛龍 咬死我的單級古包一龍 我還有另外一隻古包 什麼 他有暴露他的 暴露他的年齡了 他的年齡三歲 哦 我現在知道他的年齡已經三歲了 但是我剛沒有仔細看 他是原本的點數是多少 好 所以說呢 呃 我覺得呢 至少應該是會三歲以上了 但是我還是要做全攻擊 他擋不下來的 對 他擋不下來 他死了 原來他還自己保留了一點防禦 明明就是四歲說自己三歲 哦 不過沒有關係 我還是贏了 我就是這麼的帥 這麼的拉風 啊 打完了餒 好啦 那我們今天差不多到這裡結束啦 今天的主角呢 是我們的烏爾叔叔哦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隻叔叔哦 以後呢 可能還會有機會讓叔叔見面 也說不定 那讓叔叔呢 站在舞台上也說不定哦 以後可能會有機會啦 好不好 好啦 今天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影片呢 左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 下方的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 《邏輯世界》遊戲 再見 下集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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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禮 ified